现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有多强 或许你想象不到 而我国的武器中 被世界都承认的更是不胜枚举 这其中八大神兵更是里面的翘楚 为我国的海陆空建设起了一道 坚不可摧的防空网 而这八大神兵究竟是什么 他们又有哪些突出的性能和优势呢 第一 陆地神兵久久是主战坦克 久久是主战坦克 当年是由独币总师 助于生设计的新中国第一代主战坦克 在世界坦克定位上属于第三代主战坦克 久久是主战坦克的主要武器 是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一门长生管 125毫米坦克炮 配套有旋转弹舱式自动装弹机 该炮能发射我国仿制的 俄125毫米口径炮射导弹 和俄制9M11型炮射导弹 该导弹最大射程5.2公里 最大破甲深度700毫米 炮射导弹的装备 极大的加强了久久是主战坦克的 远距离攻击能力 除了火炮之外 久久是主战坦克的辅助武器 为一艇炮掌操纵的7.62毫米并列机枪 和一艇车掌操纵的12.7毫米850高射机枪 除了杀伤力极强之外 久久是的火控系统也是很优越 久久是主战坦克 采用的是国产苗岛合一型的裂尖式火控系统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该系统是国内自行研制的 与MBT2000自动跟踪式火控系统一样 也是85IIM的IFCS212型火控系统的改进型 该系统具备了反应迅速 涉及精度高等诸多特点 同时久久是还配备红外热成像系统 几乎是实现全天时 全天后的远距离观察与作战 而这样的久久是 足以在陆战中成为强有力的打击敌人的利器 第二个水下神兵094型核潜艇 作为我国最早期开始服役的核潜艇 如今的094型经过岁月的洗礼 已经完成了全面升级 而新型的094升级版战略核潜艇 技术水平与俄罗斯现役核潜艇几乎相当 但是相对于其他先进核潜艇来说 094型确实尚且是性能存在劣势 噪音大还有规备设计 仍然是不能忽视的升级点 但是有一点 将094型核潜艇的军事战略意义提到了极致 当初我国在研发成功东风系列导弹后 便开始将这样威力巨大的导弹 发展出水下发射型用于装备我国的核潜艇 于是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诞生 当然这款导弹刚一面世就和094型核潜艇进行了整合 所以现如今的094型战略核潜艇有12个发射筒 装备12枚巨浪2型潜射导弹 虽然从导弹数量上来说 作战能力只相当于美国或者苏联20世纪60年代末的水平 但是它的威力大 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射程超过7400公里 预计最大射程达到了8000到1万公里 而这样的射程也是足够用了 能够从中国近海的活动阵地 瞄准美国的目标区进行打击 再加上这些导弹 每枚最少可以装备3至6枚分导射核弹头 每个分弹头爆炸当量 估计为20万吨TNT 所以综合来看 094型核潜艇的整体战力 几乎是可以与美国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相匹敌 第三个海上神兵055型驱逐舰 055型驱逐舰 可以说是我国近来服役战舰的极大成之作 055型驱逐舰首先具备的特点 是它的高度隐身化设计 电梯折线处理相较于此前的052地形 更加简洁干脆 从舰手单纯地延伸到舰尾 英斜的上层建筑连续封闭 各种设备设施收纳到闲墙内 或以仓门遮蔽 总而使隐身性能进一步提高 除此之外 055型驱逐舰舰上 还布置着052C、D所用的346、346A家族的最新改进型 S波段有源向控制雷达 除了新型的S波段有源向控制雷达的变化 055还在主围杆上 集成了新型的X波段向控阵 S加X双波段使055驱逐舰实现了多部雷达的射频资源 共享和一体化管理 增强了整体系统的应变能力和任务灵活性 以及对多种复杂目标的检测能力 而055型驱逐舰的主炮 是052D所使用的HPG38单管130毫米舰炮的改进型 在此基础上 设计人员还利用了新平台的吨位优势 在继承HPG38舰炮发射各类弹药 包括精确制导弹药的同时 取消了炮口制推器 并完善了双路供弹体制 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则主要有舰桥前的HPG11型11管30毫米进防炮系统 和几乎上的红旗10型进程防空导弹组成 垂直发射装置也沿用了052D上的成熟型号 数量上增加到了前64加后48 总计112单元 可容纳包括海红旗9B远程防空导弹 英级18A反舰导弹 反潜驻飞鱼雷 以及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等 用于执行防空 反舰 反潜 对陆攻击任务等 而这种种性能的叠加 不论055型驱逐舰是作为航母的护卫舰 还是自身巡航 都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性能 保护我国的领海安全 以四个洲际导弹神兵东风41 东风41无需多言 一定是东风快递使命力达 它具备大约15000公里的射程 只要从我国的内陆发射 可以说是能达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速度更是惊人 达到了26马赫 几乎是可以和俄罗斯号称第一的白羊相当了 而在这样的速度下 仅仅需要二十几分钟 东风41就能到达美国 当然这只是东风41的凤毛麟角 东风41的打击能力堪称之最 东风41采用的是分导弹头设计 一枚可以携带十枚核弹头 并且每个分弹头还具备完全自主的制导功能 能够做到指哪打哪的效果 凭准达到了惊人的白米级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而且东风41的拦截难度极大 一旦发射出去 几乎就是没有办法拦截了 所以这型洲际弹道导弹是一直让世界都比较头疼的存在 而它也是我国武器库中最压筑的武器 第五个航母杀手神兵东风21D 东风21D是让美国极力支持使用的武器 为什么要如此抵制 因为它是航母的个性 它虽然只是中程型反舰导弹 但是足够用的 其他国家的航母一旦侵略我国领海 仅仅凭借2700公里的射程 也能完成打击和东风41一样 这款导弹采用的也是分导弹头的设计 可以携带一枚普通弹头 也可以携带二到三枚核弹头 而这些弹头除了有卫星制导和惯性制导外 还加了一项那就是末端制导 这样的制导方式 大大加强了东风21D的突防能力 所以几乎是无法做到有效拦截 即便是凑桥躲开了 核弹头是什么样的存在 一定是爆炸即是致命打击 就算没有核弹的撞击和爆炸 也还有核弹爆炸后的核辐射 那才是最致命的 所以这样的东风21D 几乎是航母的致命威胁 以六个空中神兵歼20 歼20被外媒称作是眼下亚洲区域最先进的战机 歼20从列装服役至今 十年之久 服役的数量我们尚不可知 但是从70周年庆典上 歼20组队飞过典礼上空 我们能了解它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古代机 歼20不论是外形设计 隐身性能还是挂载的武器都是数一数二的 除了至今尚且不太完美的动力系统是硬商外 其他的性能已经完全击身世界先进战机行列 而动力系统方面 我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断努力突破 只要国产太航发动机设计完成 这样的结合 必然能将歼20的性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第七个水下神兵巨浪三 巨浪三其实就是我国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改进型 由陆地发射转至了水下发射 东风41的性能已经很先进了 必然巨浪三也不会差 相比于巨浪二 巨浪三的射程更远 并且携带分导弹头更多 直立也更加强 但是至今巨浪三的具体性能尚未过多知晓 但是它将来如果能和我国的096型核潜艇装备在一起 想必一定是我国海军的巨大杀器 最后一个神兵 不能说是武器 但是它的存在 一定能让我国的军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那就是我国的小型核反应堆灵龙一号 热称得上是我国近些年来的一大重大突破 它的产生 将一举改变我国无法建造核动力航母的困境 而且也能增强我国核动力航母的动力系统 所以说是一举多得的成就 看到上面的这些军事成就 也许有人抱有的是怀疑态度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国家的武器不管好还是不好 都是保护我们乃至我们国家强有力的存在 历时七十余年 从军事营弱到如今百花齐放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军事实力拥有了质的飞跃 如今的我们在强大的军事支撑下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衅也敢于说不 在这个本不太平的世界上 拥有着平平淡淡的幸福 而这一切的背后 是无数的军工工作者 偶心立血的成果 所以在感恩生活美好的同时 也要向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者 致以崇高的敬意 也要向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者 也要向这些默无闻的工作者 不太平等 感谢观看